当时他是上小学大约三间街 他在家拿着菜刀站门口说你们敢过来 我就抹脖子 可以有点血腥啊 然后当场一脚就被要寨的矿烂家属给踢飞了 里边挂着很多的道具的画像 秋树鸡 你说错了 挂是延细山 前面说这么多 梅老板赚了钱除了被骗狂嫖烂肚 是不是也应该重视下一代的教育 比如说我这个梅老板头 我肯定要想如何让我的下一代儿子们接班 或者女儿们 你这说太对了 就梅老板他们的人格底色 每一个都是土皇帝 封建思想特别浓厚 无论多有钱多有事 最重要的也是最怕的 就是怕吴后 这指的吴后就是没有男孩 女孩不算 有点重男轻女 那肯定是重男疯女 他们就是封建土皇帝 关于这种娶小老婆生儿子这种事 在当地是太多太多了 就讲一个最魔幻的一个故事 就有一个梅老板 他的名字叫大力 大力这个人非常的好色 他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生了很多很多的这种私生子 或者很多很多的这种小老婆 但生的全是女儿 从来没有生过儿子 后来他就琢磨这事可怎么办 他信了一个偏方 什么偏方 他信的偏方就是 大力吃大力玩 补药肯定是没小吃 补药这事在讲 当地梅老板有一个特殊的补药 除了吃补药之外 他信了一个风水术士的一个传言 他专门让他找生过几个男孩的寡妇 然后再跟他好 包养成小老板 对就能有奇效 他果然是千票万选 找了一个又比较好看 又生了好几个男孩了 还是寡妇的一位女士 经过了磨合 也是经过了十个月的等待 女孩还是女孩 还是女孩 这比重彩票几率还低 对 已经疯狂到什么题步了 就是他又下KPI了 说只要是给他生说男孩 给钱 众赏 众赏之下必有永女 赏多少钱 赏大几百万也是 对 然后众赏之下还是没有效果 当地已经产生都市传说了 产生什么 包生女孩 都市传说非常地谱 你知道吗 都市传说说 大力在咱这做克隆人研究 星球大战 或者说掏出绝命岛了 二弟在咱这县城 有个克隆人研究基地 在里边克隆自己的儿子 先进的克隆基地就在山西 但是假的了 这已经传道离谱了 最离谱的时候 他又听说了风水数字的谣言 说大力 看来你可能是跟咱黄种人的 是没有接近了 这次丑不败过人 你只能是立足山西放远世界了 这比贾量科电影魔幻多了 大力你必须引进这种黑人的女性 和白人的女性 然后才有可能逆天改命 中国出现了一个人种大戎炉就在山西 是吧 然后大力同志还真是找了黑人的女性 和白人的女性 然后放在了山西 有点像希特勒的种族实验是吧 有点像种族实验来讲 人种实验是吧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 他还不知道大力的人体实验的结果 结果不知道 结果不知道 反正这个 还在进行中 对 还有个事也是特别魔幻 关于这个孩子 就叫绑架小芳芳世界 小芳芳是煤矿大亨 老芳芳的 不是孙子 孙子 独苗 长房长孙 一根独苗 小芳芳 小芳芳在小学大约二年级 在下学的时候 小芳芳居然被一个外地来的人贩子给绑架了 真人贩子 真人贩子给绑架了 刚发现这个事大约几个小时 老芳芳就急了 就在全市下了学场应 说谁要是能把我家的小芳芳找回来 能把这个人贩子逮住 重赏 重赏 重赏直接给钱了 一千万 谁把我孙子带回来给一千万 这个消息立刻是在当地城市炸了锅了 老乡们清朝而出 对 在下午和半晚和晚上 整个城市陷入疯狂 特别像那种电影 什么生化危机 什么丧尸出动了 丧尸出动了 世界丧尸大战那种的 全程轰动 全程奔走 然后在这高密度老乡的排查之中 这人贩子很快 被逮着了 一两个小时之内 就被一个老太太 老太太是在买菜回家过程中 发现一个外地的一个妇女 鬼鬼祟祟 背着一个大麻袋 那麻袋后边还在蠕动 他说这绝对人贩子 是吧 然后这个妇女 大喊一声人贩子 是吧 然后这个妇女背着马袋 一路小跑 这个人贩子三个字一传出来 整个城市陷入了暴动 行走了一千万 对 陷入了暴动了 很快人民群众把这个人贩子 逼到了一个楼上面 这人贩子没处可跑了 只能是疯狂的跑到一个小楼子上边 到了天台 就开始威逼说你们不要过来 你们不要过来 你们再过来 我就把这个袋子扔了 在这个千军一发一刻 这个消息传得很快 当地的刑警大队的队长 叫做阿虎和副所长黑子 这俩人听着都不像警察是吗 像是像帮派成员是吗 反正阿虎和黑子 迅速开着警车就过来了 大约是在十分钟之内 火速赶到楼的下边 这辈子办案没什么急 对 然后阿虎刑警大队长特别机灵 他首先说不好 这个疯娘们要把小芳芳给扔下来了 说怎么办 赶快把气垫用过来 但是说他们当地没有高空营救气垫 没有 他说怎么办 他一临机一动 在当场就大喊 说老乡们同志们 赶快的 你们都知道 这小芳芳老芳芳的长子长孙 你们赶快把家里的大棉被都拿了 垫在这下边 一会儿人贩子扔下来之后 接着小芳芳的兜住 是吧 你们相信我 这个老芳芳这么有钱 肯定你们都是有好处的 是吧 一刹那间的 半个城市的棉被 就疯狂的堆积在了 堆积在这个楼下边 直接跳进都没变 直接都会垒成沙滥 都会抄回那个楼了 是吧 装斑斗公主睡那个被子 没有 然后阿虎又特别聪明 阿虎又上到楼上 对这个人贩子进行了劝说 大姐不要怕 是不是啊 赶快把人放了 是吧 然后就要升路 其实这都是小事儿嘛 顶多关个两天就得了 你要是扔下去 我保证让你 枪毙你 枪毙你 是吧 然后经过这个恐吓和劝说吧 妇女啊 这个很快的 就把这个小芳芳给释放了 然后阿虎打开一袋子 一看果然是小芳芳 一千万到手 果然是小芳芳 然后这时候精彩的才来了 然后这个消息传太快了 这各个单位呀 都过来抢人来了 包括什么单位呀 有公安 法院 检察院 消防局 国税 地税 税务局来干嘛 土地局 粮食局 文化局 人全都来了 就各个局的领导 衙门口的都来了 衙门口全都堆在楼下 领导们都要冲上来 都说快来 我来看看小小芳芳啊 是吧 都被这个副所长啊 这个黑子给拦住了啊 黑子更聪明 黑子只派谁上来了呢 谁 只让当地的电视台上来了 啊 赶快记录一下 是我们家的捞来的 是吧 然后把记者上来了 记者上来呀 对着阿虎一顿拍 哎 说这个阿虎这个警官呢 你如何是劝说的 啊 我说我先指挥群众 先布了这个棉被阵啊 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安全 不能让这个妇女儿 受伤害 第二呢 我对这个人犯的 小致以理 东西情 进行了疯狂的劝说 是吧 但是他说说啊 看这个 他人的领导啊 副所长啊 黑子 脸色果然黑了 为什么 诶 然后他就灵机一动了 说哇 我靠 我不能光表工啊 是吧 然后立刻画风一转 但是我这些所有的安排 都是在我的领导 黑子通知下安排的 然后黑子一下脸 就变红了 就不黑了 就变白了 变红了 是吧 就是吹风得意的 走到了这个群众的镜头面前 就说哎呀 我们也是在这个 为了人民服务嘛 一切都是为了人民嘛 这事办得漂亮吧 是吧 漂亮 这整个电视台都记录了 两个工程 一个是阿虎 一个是黑子 可以要钱了 可以要钱了 关键最精彩的是要钱嘛 然后这个阿虎和黑子 把这个小芳芳救下之后 立刻打电话 通知老芳芳 老芳芳一家人呢 就在这个楼下抱头痛哭啊 这个阿虎和黑子 一见这个老芳芳来了 是吧 人也救下了 必须安排啊 先是给老芳芳一家 先都拉在了当地啊 最著名的一个酒店 先坐下了 然后喝酒 唱歌 是吧 先把这个老芳芳给灌多 然后就一直说呀 这个一直暗示啊 芳老您这个 是不是怎么办呢 是吧 这个红嘴白鸭说出来 一千万不能不给 然后老芳芳也真是啊 江湖豪杰呀 死活一个字都没说呀 就一个就说感谢 感谢 太感谢了 然后就装喝的哇吐了 然后就醉倒在了 KTV是吧 黑泽和阿虎说 你这个老芳芳跟我玩心眼 是不是啊 然后立刻深夜打电话给局长 把局长给抬出来 说咱那个明天上午一早 整个公安系统要开大会 咱必须开个英雄表彰会 然后再把老芳芳给架起来 然后看他怎么说 是吧 然后呢就在那个第二天吧 很快啊 这速率太快了 第二天的上午 九点十点 就开了这个公安系统表彰大会了 就强行的把老芳芳给拉上来了 让他表态老芳芳真是英雄豪杰临危不乱的 一直感谢 一直讲话 只就说了非常感谢人民同志 非常感谢人民感情 非常感谢全线人民做出努力 从CCTV到MTV感谢一遍 对 然后说完之后 一句话不说了 局长说你再说点 你再说点 你再说点 然后老芳芳坚持 坚持就不说话 哎呦不许我昨天喝多了 话又吐了 我想吐了 然后正在这个关键时刻 穿出来一个黑影 穿上台上 然后一下扑着老芳芳 死命抓住了他 说把钱给我 把钱给我 谁啊这是 是那个大喊人贩子买菜 那个老太太的 说赶快把钱给我 然后这个老太太被这个拿下了 一举拿下轰走了 人家警察 我说我们还没拿到钱了 你起什么空啊 是吧 关键是老芳芳为什么不给钱呢 为什么 因为老芳芳其实也没钱了 老芳芳正好改成经营困难 他的现金流也断了 比如说刚才那个 梅老板曼达拉嘛 比如说根生了嘛 他也有资金链断裂的时候 老芳芳家资金链也断裂了 没酒现金全是外债 所以这个老芳芳根本是没钱拿出来 就死咬住没钱 没有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 实在不给你把我割了是吧 这故事也挺黑色幽默的 对啊 但是最愤怒的是谁啊 最愤怒的是人民群众啊 为什么呀 因为那棉被还在这堆着呢 说日晒雨林都臭了是吧 说大家都幻想着一条棉被值一万块钱呢 里边堆的棉被值好有千万 好有百万了是吧 然后那个大家都把这个棉被 后来送到公安局 每个棉被上都写着各家的名字 有的人家想多赚钱 把家里所有棉被都拿来了 一下拿了 我家捐了二条 对一下捐了十几条棉被 全在那堆着呢 是吧 然后这个公安局就成了棉被的海洋 棉被海洋堆久之后还下雨了 一场大雨一跳之后全部 全部臭了 只能说全部产到垃圾场了 然后激起了群情的激愤 最后呢这个人贩子也是没有得到好下场 被抓了嘛 对被抓了 得到审判嘛 这样的最惨的其实是那个发现人贩子的妇女 他后来 他后来一直落下病了 惦记那一千万是吧 一直在德国 我当时没喊就好了 我当时没喊我先把它摁住就好了 就后来就疯了 得下病症了 就疯了一下这个措施了一千万嘛 后来老德我哪怕分完二百万也行 这就是这个故事 拐卖小芳芳事件 如果这故事让贾政科拍成电影 那太棒了 最好还是让宁浩来拍 我觉得疯狂的棉被 前面讲了这么多疯狂荒诞的故事 都是梅老板们如何看中自己的二代 这个孩子非常非常珍贵 那请问他们把自己的后代培养成什么样子 据这个本书老五字数 其实他观察绝大多数的梅老板 梅三代 梅二代 都是不是太成气的 他发现一个显著的现象 他发现这些太子们都特别的贪婪 就比他们的上一辈更爱钱 更爱权 而且更加的不学武术 基本是很难成气候 还吃不了苦 对 因为这个老五在这个圈里面叫五叔 或者叫五哥 他专门处理 帮这一帮富二代们的贿赂老师 擦屁股的工作 对 因为他们好多上学校很不错 但是他们根本不学习 在大学里面 老挂科是吧 根本就避不了业 必须得通过贿赂老师方式让他们过去 他就发现他贿赂老师去北方很好使 他尤其在一个地方碰到了难处 在浙江在浙江的好大学 那下一世就是浙江大学了 是吧 因为浙江最好大学就浙江大学了 他发现这帮江南的知识分子 非常有骨气 他非常了不起 认死力 对 他找了五个老师 三个老师直接骂他 让他滚蛋 让他滚蛋 两个老师委婉表示不想见 基本就是没人见他 他在这钱没话出去 但是他反而更高兴了 他反而就更佩服了 他觉得江南文人他有点骨气 对 说有了江南这种的气节 他觉得中国还有西方 他觉得中国全是没老板 和被他腐蚀的这帮老师 他觉得中国也完了 是吧 这也非常黑色幽默 是吧 而且这帮儿子们 还有个不成气什么的 这帮儿子他只有钱 他没有权利 所以这帮没三代没二代 他们特别希望 儿子跟北京的一些高官们联姻 其中就有一个案例 这个儿子成长的家庭非常有钱 非常狂野的一个没老板 他儿子成长的经历也非常的曲折 他爹破产过一次 也发生过很多矿难 被这些仇人债主逼上家 就劈麻戴孝就要债 然后每回要债 这爹都跑了 留下小梅老板在家作证 当爹得够凑蛋的 对 有一次发生矿难了 就是家属们冲进他家 要把东西全都搬走 然后小梅老板就有地在门口 当时他是上小学大约三间街 他在家拿着菜刀站门口 说你们敢过来我就抹脖子 可以有点血腥 然后当场一脚就被要债的矿难家属 踢一边给踢飞了 然后就嚎啕大哭 六小子心灵受到了巨大打击 对 然后他眼瞅着 这些人把他们家所有的职钱弄 全都半空了 然后把他家全给砸了 他是在这种的环境下生长的 所以他长大之后 他只认钱 只认权 他就是想花设法 跟一个北京高官的婚女联姻了 联姻之后 没到几个月就要闹离婚 然后这个女方为什么这么想离婚呢 这个老五就过去问女孩 我这个小侄子还不错 为什么要离 人家说不错个屁 他什么都不懂 他说他第一次跟我们家人吃饭 我爹这么大高官 介绍了一些官场的朋友 过来吃饭 这个人他直接就说了 在饭桌上说 我花多少钱能买一个北京的厨长干的 这直接的让这些这个官场上 人都脸都黑了 岳父脸上很没面子 非常没面子 觉得太丢脸了你这个人 然后第二点 说这个人的卫生水平都特别差 这个人居然是天天洗脚和洗脸是用一块麻布 洗完脸就擦脚 擦完脚再擦脸 就不知道这么有钱怎么成长的环境 第三点 说这个人毫无文化 天天再搓一肚 再跟一些别的富二代 特别地方富二代没文化的 在这议论中央朝政 天天讨论什么谁未来当领导 传播最离谱的谣言 他就特别看不上 就跟这个人离婚了 也说明这个好多二代不生气 不是去嫖就是去赌 还有的家庭他是没有儿子 他就特别重视女婿 因为这个女婿相当于这个驸马了 驸马的这个规矩也非常多的 里边也说了一个特别残酷的一个案例 他这个驸马是找了一个 好像名校高财生 名校清华毕业的 但是家里边很没有背景 是穷人的孩子嘛 所以这样是坠序 坠序相当于好控制嘛 这个坠序坠了几年之后吧 胆子开始大了 侵吞了财产 被老丈人梅老板发现了 梅老板给了他三种选择 哪三种 第一爆关 坐牢 对 第二自动的净身出户滚粗 损失有点大呀 但是第一点爆关就是你出来之后 还可以接着人命你 第二点就是滚粗 咱们再没有关系 我也不爆关 第三种就是你当场 你切一个手指头下来 这赶上日本黑帮了是吧 说当场把手指头剁一个 这事就算过去了 这不是老梅老板倒是也很讲江湖规矩是吧 对 三选一你自己选 对 清华的女婿二话没说 直接拿着菜刀 把手指头剁了一个 而且他剁的不是这种小拇指 日本黑帮都剁小拇指吗 他剁哪 他剁的是无名指 为啥剁无名指 有时候讲 可能是挂婚戒吧 这暗示我恨你了 以后呆不成见识了是吧 而且这个女婿也够狠的 你还记得周文石电影吗 石神吗 说你的剁了手指头 周文石说手指甲可不可以 然后这个女婿二话不说 直接剁了个手指头 然后老丈人说行 是条汉的 是吧 这事就都过去了 一切照旧 后续呢 后续一切照旧 按照老方案之行 是吧 老方案之行 就觉得你这人还挺狠 是吧 这在知识分子里也属于少见了 是 有这么狠 是 是 所以那梅老板他们崇拜狠人 你这个人越疯越狂 越受这个群体的崇拜 提外话 就是梅老板这个群体 他们有个共同的竞争武相 猜一猜 梅老板的共同竞争武相 对共同的竞争武相 相当于知识分子都拜什么苏格拉底 拜孔子 梅老板不会拜官二爷吧 官二爷差点意思 有点遥远 阎西山 山西老乡是吧 他们共同崇拜的偶像是阎西山 他们好多梅老板家 模范省长 对 不是 并不是 因为他作为一个模范省长 是一个最狠的土豪 最狠的军阀 好多梅老板会家里边供阎西山的相 但是这些梅老板们赚了这么多钱 除了狂飘烂土之外 总还是有一些个人爱好的 这个书里面我看好像也写了一些 有些梅老板的口味和追求非常独特 这其实是最为魔幻的 打打杀杀和搞男女关系 好像还符合大家一般想象 对 因为大家看比如独销 黑社会 好像都是这些东西 是吧 最反映梅老板 他魔幻性 他夸张性的 其实反而是老板们的个人爱好 对 就像马斯洛的这种精神 需求理论 需求理论一样 满足温饱 满足温饱 满足生理也是最基层的 满足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满足 那是他们最爽的一个事 他们关于意识形态建设 非常的魔幻 我听说有梅老板投资电影是吧 这都是小玩法 太无聊了 太无聊 投资什么游戏 投资电影 这比较无聊 就有个梅老板 他有钱了 发了之后当艺术家 关键是他们这艺术修养普遍不够 他首先他要当诗人 这个诗人 十字不多 只能写打油诗 对 这个诗人叫老高 梅老板叫老高 他是有名的圈内的诗人 梅老板里面最有文化的 对 他写诗都什么呢 是都是打油诗啊 大风起兮梅飞扬 这学汉高祖刘邦是吧 安德矿工兮挖死黄 阳光照兮干劲大 安德领导兮送温暖 哪跟哪 这也不压运呢 这也不压运是吧 然后他还有个名诗叫做 黑夜给了你加班的眼睛 你要用它来创造效益 哈哈哈 不知道顾成听完做何感想 还有一句诗很简短 叫做福从上级春暖花开 这是有孩子的是吧 对 语言造诣很高 对 这都是其次啊 这都小玩 玩诗嘛 不花钱 自己随会加鞋就得了 是吧 金将军也好这口 对对金将军也好这口 他来访问这个平壤啊 肯定被枪毙 为什么 金将军说你这品牌太差了 必须枪毙啊 必须老改营走起 是吧 你不按摩眉毛 让你挖个够 让你闲境北道挖个够 是吧 这个玩诗啊 不花钱呢 没意思啊 最有意思的花钱玩 是吧 这个老高嘛 有钱之后嘛 去香港旅游 去参观 这个香港非常有名的 他在拉相馆嘛 杜莎夫人拉相馆 对对对 拉相馆 然后他发现这个拉相馆又好玩啊 这有意思 这不小时候跟捏唐人一样吗 是吧 大号唐人 大号唐人嘛 什么李小龙啊 搂的瓦啊 什么都在里边摆的呢 是吧 有意思啊 他就说这个咱回这山西咱老家呀 咱也开一个山西拉相馆 是吧 咱把咱这个山西的名人啊 历史上帝王将相都捏一遍啊 咱做这个中国大陆第一 大陆第一拉相馆 捏点什么阎西山啊 官老爷呀 什么玩一玩啊 是吧 张爱明星 对回到家之后 他就去要搞这个拉相馆 后来有这个狗头军师说啊 说这个高老板呢 没意思 北京有一个了 他说再玩就第二了 没意思 老板说这个是哈 没意思咱玩的狠的吧 那整什么呀 他说咱建一个中国第一个兵马俑馆 烧兵马俑 烧兵马俑 这不得了吧 是吧 他就是真的 从那个陕西那边啊 请了一大堆专家 有的还是专门造假文物的 你知道老高那反应特别有意思啊 他当时就一拍桌子 来了先抱了一句粗口 对 然后说这千秋万代的企业 不做对不起 其实是黄 对 咱不做兵马俑 对不起其实是黄 是吧 后来做这个兵马俑 他发现了 这个兵马俑啊 就比这个炼煤和炼钢啊 难多了 都难多了 所以他那个专门请了好多这个专家做假货的嘛 估计从景德任请来的 对啊 也是各种造假的嘛 造假专家过来了 他是专门成立了个技术项目组 然后天天的 建议技术公关 对 然后天天的这个大干特干呢 兵马俑嘛 没那么好多的 从这个泥塑 晒干 运送 烤烧 技术要求非常的高 容易烤裂了 对 关键是 谁最难烧 他为了做这兵马俑 他首先他有点版权意识 他刚开始向一些明星和名人要授权 哪个明星能给他授权 他要了半天还是真不知道什么手段 要到了两个明星的授权 当开始他想做一个百人兵马俑 100个中华当代名人兵马俑大巨人 后来要了半天 就要了两个人的授权 他说算了吧 不要授权 硬上 也不知道哪两名那么缺钱 对 然后声声齐权之后 这一下就打开了局面了 他做了当代好多名人的兵马俑 你知道谁的兵马俑最难做吗 不知道 两个兵马俑特别难做 我猜是体积大的是吧 对 体积大特别难做 他一个兵马俑是姚明的兵马俑 这个兵马俑 2米26的一个兵马俑 技术难度极其的夸张这个事 第二个兵马俑是 他没说名字 是一个特别胖的一个歌星的兵马俑 我怀疑 要么韩红是吧 要不藏千术 藏千术 不是韩红就是藏千术 然后这个 也可能是刘幻老师是吧 你说对 我觉得八成是刘幻老师 为什么 刘幻 好卖 藏千术也很好卖 藏千术也可能 我们等待那一天 对 对对朋友是吧 有可能这样的 反正不知道是谁 做这个是非常难的 然后他把大约做了十几个之后 就把兵马俑放到一个坑位里了 也摆起来 准备开始收票参观 对 这么开始烧 从十几个一下烧到三十六个兵马俑 一百人兵马俑 已经完成三分之一了 三十六天钢已经 对 三十六天钢 对 这钢一出来就发生惨剧了 什么惨剧 这老高发生了严重的车祸 直接当场有一个人撞死了 那他也受重伤 他有一个钢筋直接穿过他废了 插废一下穿过去了 受着重伤插着死了 然后老高说不对 说我最近挺行善既得的 也没什么杀人约会最近 怎么就招死横祸 是吧 他专门飞到香港 找他最信任的风水大师 不知道是哪位 可能是麦玲玲 李居明 居明什么的 什么苏民风之类的 又问说为什么不倒霉了 然后大师就说 这个高老板呢 你最近在搞什么东西 我在烧鸣马俑 我在传承中华古典文明 我在烧兵马俑 说对了 就是兵马俑出的问题 你想想兵马俑是给谁用的 说给秦始皇 给秦始皇在什么地方用呢 在坟里用的 对啊 你这不是给自己在烧纸钱吗 你这不是盼着自己死吗 是不是你烧一大堆 阴气太重了 对啊 你烧了一大堆陪葬的 秦始皇都渴死了 对啊 人家那个地府也收到信息了 你都给自己烧陪葬品了 那就赶快吧 赶快上路吧 然后这老高又说 哎呀对啊 有道理啊 有道理啊 怎么办呢 他就把这个烧的这个36个兵马俑 就给找了一个山沟里边 找一个大山山洞给买进去了 埋了 他说未来考古学家呀 未来可能过几百年了 在挖掘山西某个山洞 发现了36个兵马俑 他觉得这当代未解之谜 我说哪个探灵博主也可以去看看 这绝对的一百年后几百年后 我youtuber做中华未解之谜 这36个兵马俑 哪来的 怎么还有姚明和藏天说的兵马俑 是吧 这是一个奇葩 这是追求这种艺术上成就吗 还有一个追求成就啊 追求心灵上的 追求宗教上的成就 宗教界最高成就的梅老板呢 有两位啊 一位叫做老鱼 老鱼呢 是专门走道教这个层面的 这个作者老五啊 去会见老鱼 老鱼其实岁数比较大了 当时已经是这个60多岁了 老鱼啊 既是梅老板 他也是他们村的这个村支书 他们这个村委会啊 是建在一个山的旁边 建了一个小高楼 他就去找这个老鱼 发现呢 到了这个顶楼之后 秘书退开门 发现这个楼啊 里边有个很深的一个走廊 这个走廊直接通到山里边 整个跟悬空的连廊似的 对 然后这个老鱼啊 在山里面 山洞里办公是吧 对 在山洞里办公 他在山洞里挖了一个密室 特别魔幻 然后他走到这个密室啊 发现呢 这个老鱼啊 是把这个山洞 就改造成了一个修宴的地方 嗯 里边挂着很多的这个道教的画像 邱楚姬 你说错了 他挂在最中间的画像 根本不是什么邱楚姬啊 张真仁啊 什么什么张三崩啊 什么都不上 挂是阎锡山 哈哈 忘不了这个人 对 他就问老鱼嘛 说这个老鱼啊 你怎么挂的是阎锡山呢 然后老鱼说 你这就外行了吧 不懂了吧 你激不激到这个阎锡山 阎老板啊 到了台湾之后 修道教吗 开始修道教了 而且成了真仙了 在阳明山是吗 对 他修成道教之后啊 开始传承 他弟子啊 是专程从台湾来吸纳我入会 我现在等于是阎锡山啊 第四代弟子 感觉八成又被骗了 感觉又被骗了 哈哈哈 说这个这阎老祖啊 传了一套养生秘法 嗯啊 他就靠这套养生秘法成了先 他是养生什么秘法呢 不会什么霸断锦类的吧 这个这这这老头随便玩的 这都是他的秘法是防中术啊 就是老鱼六十多了还能修吗 所以老鱼走的路线是练丹嘛 啊啊 老鱼不知道从哪儿 又那个江湖术社啊 给了他一个秘籍 让他就是练这种一个丹丹药 叫易寿丹 服了这个丹药能够长长不老 这个老鱼啊 为了练这个丹嘛 是吧 还专门的是从海南买这块地 做生态农业 因为他觉得做药材 因为他觉得这个 现在这个山西那边土地啊 都水土污染了 都是他们没老板 都是他们没老板 污染的 然后这个水土污染 种上来的植物不行了 没有灵气 专门是在海南岛啊 买了块地 买了很大的一片地啊 然后专门是种那个植物 做来练丹 药材后 对 很魔幻的是呢 这丹呢 还是跟那个俄罗斯的一个权贵合作了 有个俄罗斯权贵 号称是叶丽钦的这个女婿 专门不远万里来到了山西 就说这个你们中方 中国有道家的仙丹 我们苏联也有苏联的秘法 是吧 咱们把苏联的这种以前苏联共产党高官们的长生树 跟你们这个中国的这个道家的丹药 将结合 帕伊结合 中西结合 你们吃 我们也吃 你卖到北京 我卖到莫斯科 是吧 然后就合伙了 真造过一个丹 叫一手丹 而且这个人还真在莫斯科做代理了 真是在莫斯科进行了销售 这个一手丹吃了能不能长生不知道 但是吃了能撞羊 据说当地的梅老板 全都买这个药进行撞羊 包括里面掺了尾鸽是吗 当地的官场 甚至到了北京的一些什么商人 到一些官都吃这个药 所以这个一手丹成了当地一个非常知名的品牌了 最后结局是怎么样 老鱼有没有成仙呢 那肯定成不了 吃这个能成仙 入土有可能 我觉得 其实老鱼最后结局非常的黑色幽默 也非常的残酷了 老鱼真是练房中树有点走火入魔了 他其实违法了嘛 就强奸女性了 而且他强奸的女性还是未成年人 严重犯罪啊 这个 他最后结局是这个女孩他爸报仇来了 据说他爸在家磨了两天的刀 把刀特别封离 在老鱼刚出他的山洞 下来之后 那他爹一下穿上去 来个透心凉 直接给捅死了 其实老鱼这个下长我觉得也是活该 确实 他不典型了就是中国传统意义上妖道了嘛 其实 但是他的家族啊 反而没受什么影响 一是那个易手单卖的很好 赚上不少钱 对 二是最魔幻是 这老鱼当年买那块海南的地 在08年之后 地价暴涨 涨了大约10倍 因为房地产大部分 不用再中药了 直接中楼就可以了 对 所以很魔幻嘛 你说这个老鱼啊 看似是个妖道 也是那个为非作歹 但家族呢 魔幻呢 还获得巨大财富 获得财富也未必是好事 的确是未必是好事 这本书的故事啊 所有的梅老板都像是《红楼梦》 看似特别风光 看你起过楼 对 后来又楼塌了 基本这些圆形 基本全都楼塌了 全都是一个最后一个人生非常的 比较凄凉了 凄凉到不太好说 就大起大落吧 最后都没有是一帆风顺 繁华思紧 最有意思也是节目最后吧 讲一个修佛梅老板的故事 是谁啊 就是最开始说的 敢打敢杀那个杀财 行猛 大家不还记得吧 就是他们为了争矿嘛 他身上背了三把枪 两把这种青海灶的化龙灶 还有一个土喷子 还有拿着一个铲子 把一个对方的胳膊都看熟了 有一个矿长他经理人 上他那个办公室汇报工作 汇报了十分钟 行猛一句话没说 然后这个经理就吓坏了 他当场就跪下了 他就说老板我错了 我不应该探这个钱 收黑钱了 直接就是袒露罪行了 后来那个行猛说 其实他那天喝多了 脑子有点空白 其实不知道他说什么 就一直没说话 一直在蒙着呢 然后一下把这个经理给炸出来了 因为他太狠了 就像这么一个凶狠的狠人 他反而发生了很大的意外 老五跟这个行猛是非常好的哥们 大约在2001年吧 也是在港澳的一艘堵船上 那天行猛在这个船上赢了几千万 手气特别好 他发现行猛这个人就面无表情 特别的沮丧 好像输了几千万一样 他就跟老五说 兄弟 这个钱你拿着吧 这操作很奇怪 对 这个行猛直接从船上跳下了 直接跳下了 自杀了 后来被捞上来之后 送到香港的医院 然后老五去看他 行猛那时候就躺在床上 把老五支走了 说兄弟我特别想喝一碗粥 你帮我买一碗粥 老五就去了 买粥的情况下 行猛又从医院的楼上直接跳下了 但是第一次跳海没死 第二次又跳楼了 跳楼没摔死 直接好像摔在一个车顶上之类的 又没死 只是把腿摔折了 没死 就发现他为什么老自杀 说行猛患上严重的抑郁症 非常有轻生 就这么被家人看着 在山西养了两年左右 后来行猛是如何摆脱抑郁症了 行猛开始学佛法了 他是偶然之下 获得一些高僧的光盘 开始学了最简单的佛法 后来经过朋友的介绍 他就去了新加坡 新加坡有一个比较有名的法师 点化他了 让他开始学佛 刚刚是没让他成为佛家弟子 觉得他这人罪孽太深 先学一些最基本的功课 基本的老师让他天天做忏悔 去忏悔当初他做没老板 害了多少人 就是杀了多少人 然后让他天天去背诵弟子规 从儒家经典开始 弟子规都不是佛家经典 是一个儒家经典 是一个小孩最开始 学实字用的 实字最基础的道德建设 也说明老师认为你行猛你这类人 道德太低了 必须从最基础的做起 行猛就开始天天在家背弟子规 天天在忏悔 然后这人就开始喜心坏面了 行猛去了当初他们打打杀杀那个村 他犯下罪孽那个村 肯定当年打死打死不少人 是啊 他去那个村去挨家挨户磕头 每家磕头谢罪 然后给这村捐了两亿 作为基金 一是分给村民 二是用这个钱建了一个小学 让当地孩子都有学上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还建了养老院 还建了寺庙 每天他也不再赌博 也不再好色 也不再杀生 甚至连肉都不吃了 天天吃醋 天天就在念着佛珠念经 天天跪在佛前 关键是他在企业经营上 一是他花了大价钱 建设了安全系统 他可谓是山西建立安全系统 最级别最高的老板 老板都劝他 你建这么安全 那钱还怎么赚的 他说不重要 他说人命最重要 而且他还给矿工极高的福利 对 听说都赶上欧洲工人了 对 有点像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了 像欧洲了 福利待遇特别的高 从不可厚工人的工钱 而且特别重视安全生产 他还不再偷税了 他把自己欠的税款 全部都补上了 足额交纳 别的没老板都说你这么交税 那我们还怎么干呢 是吧 你挣的没我们多 税比我们多交好几倍 显得我们不都是在偷税 说这个猛哥你差不多得了 你真想做善事 你这个庙也建着 工资也发着 你这税你就该偷还偷吧 是吧 然后邢猛说我再这么偷税 其实我是在偷国家的钱 我就是小偷 不交税就是道歉 对 反而是这个邢猛 经过这一系列操作 他既改善了待遇 又加强了安全 又交税 他反而他没有变穷 他反而这个赚的还越来越不错 企业经营的越来越好 因为不再发生矿难了 这怎么又听了点像农断金刚讲的 对 有点像我们之前讲那个故事了 他反而成了当地知名的这种企业家了 但是行猛是在2005年之后 直接出家了 直接就是动入空门了 有点像大成就者了 对 他有点像鲁之身了 他突然哈哈一笑 是今日方知我是我 以前的打打杀杀 没老板行猛 其实都不是我 他就对入空门了 这个故事也非常像《红楼梦》 就最后无数的繁华似简 是吧 过眼人烟 奢侈的血腥的 对 荣华富贵的 大起大落的 最后都归于一场梦 对 人生如梦嘛 最后也是一片白茫茫茫 苍茫大地白茫茫 这个没老板自处30年 差不多就讲到这了 对 很接地气的故事 也很魔幻的 其实历史好多壁面 他故事非常的魔幻 有的好多朋友让我们去讲一些 也讲一些都市传说 灵异的 灵异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现实的故事 可能比这些都市传说 还有都市传说 对 也非常值得大家讲一讲看一看 可能我们讲的大家哈哈一笑之余 也会对自己的生活 这个社会有一定的思考 对有一定的体悟 对 我们如果讲这些能够设到大家喜欢 我们也非常的高兴 有你们的陪伴 也是我们的开心 今天就先讲到这 好 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拜拜 下期再见 拜拜 反显简短言说吧 其实苏俄黑帮文身呢 看似亚文化 地下文化 我觉得这是俄罗斯传统文化 黑物文化一场 这是俄罗斯国学 是 因为这个 他们黑道文化 已经是他们的流行文化了 已经深入了他们的文化的一个 比较主流的一个基底之中的